今天我們看台北股市 在過年之前 開始進行壓縮跟整理 但今天亞洲股市漲跌分明 入股在過年前 開始出現了一個大型的反彈 包括上海跟深圳 反彈幅度都有兩個百分點 可我們看亞洲股市 今天不太領情 包括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台北股市 以及包括歐美股市 的電子盤反而出現 開低走低的變化 那大家都在關注的是 美國這一次總統大選正式起跑 今天從一個農業州 愛荷華州進行第一階段的初選 民主黨跟共和黨都要爭取 黨內的支持跟代表權 到目前截止時間 我們來做觀察的話 似乎出現一些轉折 第一個 共和黨的人氣明星 川普在這個愛荷華州的初選 反而是落後給另外一位克魯茲 那克魯茲是誰 為什麼川普這個民調那麼高 卻在愛荷華州第一週的初選 哎呦 怎麼這個塞翁 斯提 燕之飛福還是一個轉折呢 那另外我們看到 包括希拉瑞跟桑德斯是出現拉鋸戰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共和黨跟民主黨 分別出現了極端派的候選人 而且得到非常廣大的一個民意的支持 那我們要解讀下到底這次美國大選 會給美國價值跟美國夢帶來什麼變化 更重要的是到今年底為止 會對全球的金融市場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好 最後我們要觀察一下 Google總體公布財報了 我們從Google 從FB到阿里巴巴 我們都看到了網路世界在無國界的競爭當中 它的規模基金門檻變得非常非常高 全世界的生意現在變成只有超大 沒有最大 除非你能做到規模基金 不然在網路的競爭生態當中 似乎是無法生存 除了併購 不然就等待倒閉 怎麼做觀察 我們今天請到四位來賓 好 第一位請到是台大哲學教授 岳舉正 岳老師 好 第二位我們請到是政大國關中心的 湯紹成 湯教授 好 第三位我們請到資深的 財經者丁萬銘 好 第一位我們請到分析師 曾煥文大K 好 我們先請岳老師幫我們看到 因為現在最新的初選結果已經出來了 這個愛荷華州是美國50州當中 第一州進行兩黨的黨內初選 那我們從現最新的一個得票率做觀察 這個克魯茲的一個得票 是超過了川普的得票 那領先的幅度並不大 大概只有3% 三個百分點的一個差距 當然因為共和黨 是類似這個黨團的投票 他並不是一人一票投出來 所以他這個 對不起 他是一人一票 相對於民主黨的黨團投票不一樣 可是從整個愛荷華州 相對保守的一個共和黨的支持州 那這邊的變化給川普 好像來了出師不力的感覺 我先請教一下 岳老師做觀察 我們怎麼了解克魯茲 怎麼了解過去這半年 風靡全球的川普現象 您的觀察 好 這一次美國的這個總統初選 到目前為止 2月1號開始 就美國的時間 算是正式展開了這個各州各州 一共有50州的初選 那麼首先共和黨的結果呢 打下了 破下了美國非常多的紀錄 其中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 今天我特別聽了這個川普的這個 未獲提名的感言 他非常感謝他其中說了一句話 就很多人說 他到了愛荷華州的時候 連前十名都沒有 結果後來呢 他不但是得到第二名了 而且差距的些微 所以說他講說 他明天下午就要到下一週 在新漢夏爾 去那邊的話 來參加那邊的初選 表示他要堅持到底 而且旁邊的話 站了一大排 絕大多數都是美女了 所以說是這個川普 做了很多重要的這個改變 那麼比較讓人跌破眼鏡的是 因為事前的這個民調 一直顯現川普比克魯茲 要更有名 克魯茲有一個特點 克魯茲的特點是 他除了是 他第一個他不訴求 他批評華盛頓 他批評媒體 他也批評所有的這個 這個凡是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lobbyist 就是一些遊說的這些客人 商人 公關公司 對對對 他就專門批評這個 那他的這個政見上來講 有很多地方 是像前一陣子 大概兩年前 三四年前很流行的一個 叫查黨運動 他是屬於裡面的風暴人物 但是這個查黨運動 因為這個立場 跟現今21世紀的想法跟觀點 有一點差距 所以說慢慢衰落下來 但是克魯茲 他的一個基本的觀念 是代表這個查黨的運動 他只有三項的立場 第一個就是稅制的改革 要求全國人10%的稅 他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就曾經做了一個演講 他是海耶克的信徒 是 自由經濟 認為一切事物都要能夠 朝向讓自由才會發生自己的力量 是 然後第二個的話 他比較站在這個 以色列那一方 他認為伊朗目前為止這個核能 這個應該要全部弄掉 不應該要有這個任何的 妥協 不能夠有妥協 所以說克魯茲呢 他另外一個情況就是強調 美國本身來講的話 盡可能要強而有力的美國的政府 要對於這個武力上各方面 要讓美國從政雄風 他那個基本上的立場就是這樣子 那麼他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特點 因為這一次的共和黨的三個 比較有希望的候選人 除了川普以外 另外兩個都是古巴後裔 他們都有這個 有這個所謂的美國夢 然後這個克魯茲呢 他這個古巴後裔 他的父親原來就是一個 很會講故事的人 就是反對了古巴的暴政 然後1957年到德州的 這個奧斯汀大學來讀書 後來變成他跟他媽媽 都是一個 都是做練這個石油的 開採原油的一個專家 然後到了加拿大去 所以克魯茲是生在加拿大 為了這一點 克魯茲沒有生在美國這件事情 被這個川普抓到 窮追猛打了一段時間 對 克魯茲在2014年的時候 放棄了加拿大籍 是 才算是完完整整獲得 在這個美國這個競選 這個總統參與出險的資格 對 所以說他這個出現的話 可以很明顯 我要強調一個重點就是說 美國從來沒有說是 如此走民粹 如此走偏峰 如此感覺到說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共和黨原來最被看好的人 是這個傑夫布希 布希家族 有一次我還記得我們這個節目講說 討論過美國到底是真民主 還是一個世襲的一個環境 對 然後一個是布希 一個是克林頓 所以說在這個講法來講 這次布希人到哪都不知道了 第七名 第七名 我至少我看到是前五名是沒有了 對 所以說這個反而都是一些比較走偏峰的人 對 那那個川普的一個立場更可怕了 就是在美墨之間要見這個萬里長城 讓中國知道美國的這個厲害了 然後這個要這個讓這個所有的這個短期內不讓這個伊斯蘭進入美國了 這種理論在美國完完違背了美國的原有的精神 價值對 每一次講一句話都是這個這個整個支持率就提升 對 一直到最近講了說我在第五大道打開槍打死人 我的支持者一個也不太少 哇這個我們黑手黨老大都不敢講這種話 對 川普都講這種話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這個初選是剛開始 一切的話 還要拭目以待做進一步的觀察 不過目前為止已經夠特別了 因為川普講的真的很誇張 包括剛剛院老師提到說在美國紐約第五大道開槍打死人 我的志者一票也不會跑 講完之後這個民調爬了七個百分點 那更前面他最大突破 他用這種有點揶揄人生攻擊歧視女性 攻擊希拉蕊 因為柯林頓有一個李文斯基的這個公讀生的一個醜聞事件 他講什麼 他說希拉蕊連他的老公都滿足不了 怎麼可能滿足全美國人 講完這個話 我們覺得是種歧視性言論 民調升了五個百分點 所以我要請到他好是做觀察 現在美國人認為 全美國最誠實的人就是川普 川普太誠實了 把人心中不敢講的實話全部講出來的 這個川普現象 當然因為愛荷華州是一個農業州 相對比較保守 並不是一個都會州 所以川普在愛荷華州的私利 我們可以接受 那川普跟克魯斯 我們先看共和黨 再看民主黨 你會怎麼解讀 他們的競爭代表什麼樣的現象 甚至川普是不是還有機會 代表美國的共和黨來競爭 總統候選人您的觀察 我覺得現在美國的選舉 可能我們必須要從全球化 或是反全球化這兩個角度來看 全球化跟反全球化 對 所以全球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全球化現在競爭非常激烈 因為科技的發達 然後優勝劣汰 非常非常的殘忍 對 明顯 你可能在短期內你會致富 可能在短期內你就立刻就崩潰了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快 那反全球化就是有一股力量 他就跟這個對著幹 你譬如說這個 像這個阿富汗的這種神學士 他就我說我就要過中古時代的生活 好了 現在這個情況我是覺得說 一個是全球化 逼著一群人 他是被全球化淘汰了以後 他就要走另外一條道路 因為我打不贏你 打不贏你 我走另外一條道路 好 那這邊我就看到了 有一點點這個現象 就是這個川普他其實 你說他誠實 那是講得好聽 其實我是覺得他就是直白加民粹 直白加民粹 對 就是直白 意思就是說人家不敢講了 不好意思講的 不想講的話 他就把你講出來了 當然跟我們這邊的這個市長 是有點類似的情況 當然這裡頭差別還是很大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國際的情勢 以及這個內外的這種環境 現在受到這種 全球化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尤其你像譬如說 像這個手機 IT什麼 像這種東西的影響 就是對民眾也好 是對這個領導人也好 對他們的這些影響 我覺得要比以往 要來大的更 很多很多 你譬如說這次我們的選舉 我覺得我們的這種 IT的這種影響 你譬如說像這個 對 這個周子瑜事件 什麼像這種東西 這個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現在川普的這個情況 或者說他的這個現象 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從以前 美國的選舉來看的話 根本就是一個 前所未見 對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篇章 可是這種東西會不會繼續下去 因為我也看過一些 這個美國的這種分析報導 他說以後美國的總統 可能就是一個壯漢 然後拿個機關槍 到那裡就掃射 意思就是說以後的這種 對美國總統的這種 形象的這種描繪 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樣 以往是說我要學而優則是 我要好的學歷 要好的家庭什麼什麼 這個現在是好像 完全被打破了 所以我說現在的這個現象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那克魯斯我覺得是在目前 民主共和兩黨當中 我就要強調一點 他是最年輕的 其他三個人 包括民主黨的那兩個人 都是七十上下 都可以做爺爺的 對 那都可以做他爸爸了 那這個克魯斯 所以說我覺得 他還是有他的這個優勢 能夠在這種環境下 他能夠獲得這麼高的這個民調 尤其剛剛這個舉正兄 他提到了這個是查黨 查黨也是抗議起家的 對 街頭起家的 對 老師我們剛剛講 共和黨這兩位 其實都是走極端 或是街頭媒體路線的 現在問題是共和黨 就這兩個 因為第三名差距拉得非常遠 什麼其他什麼 布希家族的布希 掉到第六名去的 就這兩個 這兩個都走極端路線的 我們現在假設 今年年底是有共和黨執政 這兩個極端路線 會給美國帶來 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沒有個中立的可以選擇 這兩個都是極端路線 你為什麼評論 我覺得這個兩個 其實我目前來看 現在雖然是在這個 埃歐瓦的這個州 這個州是農民比較多 白人比較多 白人差不多90% 所以說這次這個 川普他馬前吃蹄 可能是我覺得 並不是說他沒有希望 我覺得他希望還是滿大的 因為這個 他的這種好像 不能說是charisma 他的這種吸引力 我覺得在美國 我覺得是一個他的資產 可是你說這個 克魯茲 他好像比較屬於那種 溫文儒雅的那種形態 雖然他是在抗議 雖然他參加查黨 雖然他對這個歐巴馬 有很多的意見 可是總之他好像還比較傳統 可是這個川普 他是走一種非傳統路線 而這種非傳統路線 不但是在美國 現在在其他的地方 也慢慢出現了 你在歐洲 我剛剛從德國回來 德國什麼像其他國家 他們也有這種路線 現在就是說 他對這個當前的 這個政府的政策 不滿 高度不滿 高度不滿想立刻改變 那這個東西就會產生這種 好像比較強勢的 這種反對的這種聲浪 這個立刻改變壓力 給美國的政治 給全球的民主政治 都帶來很大的改變 外民哥我們看一下 一個是媒體瘋子 一個是政黨狂人 我們這樣形容 因為沒有個中立派 溫和派的 共和黨這兩個人 會給美國帶什麼改變 共和黨歷史很久 因為共和黨跟民主黨 美國的兩黨政治歷史 非常久 所以共和黨現在演變至極 會給一個右派的發展的政黨 有什麼樣的啟示 因為我們通常叫共和黨是右派 民主黨是左派 您的觀察 經歷美國總統選舉 其實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共和黨內部的這個 誰代表出來選總統 一直引發大家的這個關切 尤其是川普現象 是成為美國今年總統大選的這個亮點 沒有沒有川普的話 其實美國今年的總統選舉 沒什麼好看頭的 是 那這個問題是出在 這個金融海嘯以後 其實美國整個社會結構 都面臨一個巨大的轉變 那反應就在這個 共和黨內的這個初選 民主黨內部反而沒有什麼 很明顯的情況 因為共和黨通常偏向資本家 偏向自由經濟 最大的幾年來最大的改變 就是2008年的時候 根據美國的盖洛普民調 民調機構這個統計 這個金融海嘯之前 有53%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 對 現在只有44% 這個美國過去沒有這種情況 中產階級是掉了9個百分之 對 然後金融海嘯以前 中產階級的平均薪資 是5.6萬美金 這個年薪 那這個金融海嘯以後 到現在已經掉到 不到5.2萬美金 就是少了非常多了 另外一點就是說 實際上經過所得的分配調查 對不對 屬於這個中產階級的 在金融海嘯之前佔了百分之五十二 那到現在對不對 大概也只有佔了百分之四十四 就是中產階級的失落 其實是川普現象 這個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溫床 對 那你如果看看這個美國的 這個兩黨政治的演變 某種角度來講 其實共和黨是代表基本的 美國的立黨精神 為什麼說這個查黨 從共和黨分裂出來 查黨為什麼叫查黨 就是因為當年美國引爆 這個美國獨立戰爭的這個波士頓 查稅 查稅事件 對不對 這個幾個茶葉商人 半夜裡扮成這個印第安人 對不對 跑到這個船上 把這個茶葉丟到海裡頭去 表示跟這個英國政府 開增這個印花稅 對不對 對 抗疫事情 可以連結在一起 對 那美國這個 也一直運行這個兩黨政治 再加上它又是全世界 第一個所謂的這個 立憲的這個民主共和國 所以 所以它的這個選舉 一直被大家所關切 對 因為大家都是認為它是一個 最理性最中庸的一個 民主政治國家 對 那民主政治在美國 中國運行兩百多年來 其實也樹立了很多良好的典範 這次會不會打破 那就是看 共和黨內 到底是川普出現 還是克魯茲出現 都沒差 我現在認為 我現在認為還是 川普出現的可能性比較高 你講查黨 比如說查黨的這個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前這個阿拉斯加州州長 那個裴林 對 也不過就是在一月初的時候 對不對 宣布 背棄這個帥哥克魯茲 去擁抱那個招老頭川普 是 雖然對不對 這個川普在這個英國 在很多國外 國際上對不對 像英國國會就直接辯論他 不歡迎他 對 甚至於英國政府對不對 直接取回他的這個 什麼什麼商業 什麼什麼什麼 親善大使的這種 身份 這種身份 但是這個結果呢 只會提升 他在美國人 美國內部人民對他的這種支持度 所以我覺得 這個第一仗打下來對不對 雖然川普 稍微這個落敗了 但是根據過去的這個經驗 贏得第一戰初選的人 並不表示他 有相對比較高的機率 代表自己的黨 出來競選總統 所以我認為這個第二戰的 新漢布什爾州 可能比埃華州的這個結果 更有可開心 是 好我們看到這個是川普 在第一週的初選 實力 讓美國很多年輕人 相當的失望 川普為什麼會成為美國的偶像 而成為全美線最關注的焦點 包括選前一天的電視辯論會 川普直接跟福斯電視網開幹 甚至對於這個福斯的女主持人 非常的表達不滿 到底川普在想什麼 這是共和黨現在面臨的 一個選擇問題 克魯茲跟川普 一個是媒體瘋子 一個是查黨狂人 共和黨就只有這兩個選擇 會選出誰 我們下一節 我們來看一下民主黨 因為希拉蕊身次非常高 可是又跟上次的選舉一樣 在選前民調快速的滑落 被第二名的桑德斯給追上 桑德斯又是誰 那是一個更老的老頭 那美國已經變成一個 超級的老人政治嗎 可是桑德斯 他在社會主義的分配當中 其實跟共產黨已經差不多了 那為什麼美國會大幅的支持桑德斯呢 我們這樣廣告 我們來看一下民主黨 在今天最新的出血結果 好 我們看到共和黨 這個選情非常焦逐 其實民主黨更為焦逐 我們看到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希拉蕊 跟桑德斯 他們的這個民調 他們的得票率差距不到一個百分點 四十九點九對四十九點六 按照選舉人的票數來看的話 六百九十六票對六百九十二票 所以夏偉在這一次 在我們看愛荷華州 因為上次他在歐巴馬競選當中 就是輸掉了這個愛荷華州 所以他用力非常深 這個對於愛荷華州的初選 因為初選過之後 不管對於這個民調的機構效應 包括對於金主的一個募款 都會有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地位 什麼叫機構效應 因為當你成為第一名第二名之後 其實三四五六名就沒人理他了 大家只關注一二名 那這個金主這個募款的時候 那大家也會把資金 把資源投入給有當選希望的人 所以歐巴馬非常非常苦心經營愛荷華州 那這個結果對於夏偉來講 是一個產勝的結果 那我們更從這個出口民調 來做一個觀察 夏偉的這個為什麼只能產勝 不能大勝 原因一樣 他在年輕人的族群當中是狂敗的 那另外在這個有色人種當中 也是出現了一點點變化 包括我們看到 他在歐巴馬的這個光 這個輸影之下 有色人種制度度很高 可是在白人的制度 確實非常非常低 我要講 湯老師做觀察 因為桑德斯也是個老頭 那柯林頓也是個老頭 說實在就不客氣 年紀都很大都70歲了 但桑德斯這個異軍突起 他的主張對於社會的公平正義 社會的分配非常的極端 你把他政策開出來 你覺得這好像是北京開出來的政策 我們怎麼解讀 您可以觀察 好的這個現象 就我認為 就說從他們這兩個人 在這個從這個 開始競選的時候 對 這個辯論的時候 我們就看得出來 就說其實桑德斯 他的這個知名度 並不是很高 對 之前去年8月的時候 很低很低的 民調只有希拉蕊一半 對 那希拉蕊 當然人家知道他的這個 這個人數是比較多的 對 我們先講這個桑德斯 桑德斯這個人其實呢 我認為呢 還是可能必須要 從我們這個 所謂的這個 極端的這個思想 對 來分析他 因為他本來這個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是五黨籍的 對 然後呢 後來才加入這個 民主黨 民主黨 然後呢 現在他走的道路呢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就是像一種 重分配 而不重這個 成長 成長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 他受到了一群 比較這個中下階層 比較平民的這些人的 這種支持 那當然這種現象呢 就是照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這個全球化了以後 富者亦富 平者亦平 對 所以說呢 像這種很多這種窮人呢 他是覺得說 他好像可以代表 他們的這個心聲 那所以說呢 他越是往這個社會主義方向走的 他的這個民調呢 就開始越來越攀升 所以說順勢而為 就使得他 最近好像跟這個 希拉蕊呢 又產生了這個 黃金的交叉 對 那希拉蕊這塊呢 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當然了 第一夫人 然後又是這個 國務卿 現在又當這個候選人 那所以說他一路走來呢 他也並不是沒有問題 對 他也曾經犯過很多 有些案子 像郵電門 對 郵電門 尤其郵電門 還有那個 跟這些 這個第三世界 就經過他先生 然後呢 跟這個第三世界 有一些這個領導人 對 這個做了一些 比較不好 不好講的這些勾當 那所以說他 當然 可是後來呢 他都把這些案子 好像都 慢慢慢慢的 把它米平掉了 是 並沒有說好像真正的 傷害到他的這個民調 所以說他的民調 還是一直在 在成長當中 我們看初選之前 這個美國 華府才剛剛公佈 另外一批郵電門 那蝦爾也非常生氣 我是執政黨 感覺歐巴馬跟我過不去 在選前 又公佈一堆 不利我的證據 所以其實蝦爾 也是腹背受敵 外有 包括了桑德斯跟他競爭 內有 這個歐巴馬 似乎也不配合他的選情 這感覺很特別 而且觀眾朋友 我教我們 從選舉民調做觀察 不管你半年前有多高 大家只看後面的邪律 就是當你選舉開始 在選舉前開始爬升的時候 通常我們講是一個 二次為分的概念 只要你能夠衝上來 基本上就是你的 所以桑德斯追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對 蝦爾會不會跟2008年 一樣重蹈覆轍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說 雙方的這個 進入一種膠著的狀態 那隨時可能會有變化 意思就是說這個桑德斯 他在這個窮人這一塊 他可能還會有成長的空間 這個我們當然不能夠否認 可是這個Hillary 他會不會被人家 再找出什麼樣的毛病 因為他曾經多半的時間 在美光燈下 所以說他可能會被人家 找毛病的這個機率又比較大 所以說跟這個 跟桑德斯來講的話 我倒覺得桑德斯後進 可能會比他強 很難說 我要講運老師做觀察 因為這個選舉很特別 因為包括剛剛共和黨走極端 民主黨走另外一個極端 所以事實上 美國這幾年的選舉 引以為傲的這個美式的民主 基本上其實美國的撕裂 是越來越大 鴻溝是越來越多 而且階級鬥爭 越來越明顯 這跟台灣也很像 日本也發生 韓國正在發生 其實我們看到 美式民主的選擇 都出現這個很大的一個困難 就我們直接提到了 經濟的發展走到瓶頸 倒推回來影響了 政治的一個成熟跟發展 我們怎麼解讀 桑德斯假選上 假如他碰到的是川普 那是很好看 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財經台 特別喜歡做左派右派的區分 是 那這個克魯茲的 克魯茲的這個觀點 基本上是代表 美國一般來講 比較保守的人士 是 桑德斯的立場來講的話 他是講明了叫做 民主社會主義 那麼他的這個典型就是 北歐的經濟政策 所以他裡面所有講的 每一項內容 通通都是北歐的 什麼大學不要錢 全民健保 台灣現在不是在搞全民健保嗎 然後說是這個 生小孩的時候 不但媽媽有產假 爸爸也有產假 然後各方面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就是也抽一口大麻煙 需要墮胎的時候 也應該墮一下 這些基本上都叫做 原來在歐洲地區的話 就是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 或者說在美國叫Liberal 那這一些事情 原來桑德斯在1968年開始 就以獨立候選人的方式 要成立第三黨 想要打破美國的政治結構 一直不能成功 事實上講起來很諷刺 桑德斯去年才正式加入民主黨的 現在都快當中的候選人了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所以說 但是我自己 我跟邵森都是在歐洲留學的 我自己1988年第一次到美國去的時候 才赫然發現 歐洲人跟美國人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他們腦袋裡面的社會制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那麼對美國來講的話 歐洲那一套制度 是社會福利 補貼 然後米平社會差距過大 一般來講 對美國人來講 這個是強調懶惰的 讓他們不知道這個自立為生的 自磨其力的 自食其力的 那麼對這個觀念 可是到了2008年之後 出現一個極大的轉折 2008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 因為2008年的話 出現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有很多銀行 這個肥貓還有賣汽車的 都是坐著私人飛機去要錢的 大刀不能倒 讓大家觀感非常不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 美國採取了非常極端的措施 亂發錢 亂發錢我說過量化寬鬆 不是真的寬鬆 是你原來摸得到錢的人 如果你有工作人 你沒有的是貧者一貧負責一負 然後第三個原因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美國從頭到尾 2008年以後的窮人 極少有翻過身來的 是 大家開始出現了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就在美國讀書 尤其是我們哲學界的 根本沒人讀了 全部讀管理 全部讀財經 為什麼 因為大家發覺 錢的病大堆 一直到最近 整個美國的社會 已經非常非常不滿了 這個桑德斯 我今天早上看了 嚇了一跳 所有的年輕人拿了吉他 為一個老頭子在唱歌 我以為聖誕老公公又來了 不是剛過嗎 對 就通通都是年輕人 為什麼 大家很生氣 就是發覺美國現行的制度 人家歐洲那邊 不管好壞 社會沒有這麼大的差距 那美國現在的話 要了解 像這個 艾奧瓦這個州 它叫Corn State 就是玉米州 農人 白人 靠農的 環境都比較差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就非常非常的不滿 然後開始呢 把這個力量 全部都加注了桑德斯 桑德斯的觀念 哇可不得了 所有跟歐洲的 做的一樣的想法 這個希拉蕊 希拉蕊有什麼特別好處呢 紐約時報幫他寫了一個 紐約時報說 推薦他 推薦他 說川普呢 因為沒有經驗 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希拉蕊講話呢 他們比較靠譜 因為經驗很多 對 桑德斯講來只有這句話 所以他經驗多 但他經驗多的原因是 不是第一夫人 就是這個 歐巴巴的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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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認識 然後另外他有一個在伊拉克的 Benghazi的事情 美國大使館被攻擊 然後美國大使就是死在裡頭 是 利比亞 對不起 在利比亞 然後他沒有做到應有的保護措施 然後另外最近郵電門事件 突然公布 說他所自己保存的 Email裡頭 裡面確實包含了 Top Secret 就是最高機密的等級 那對於一個非常講求愛國的 那個像什麼 另外不要說共和黨人 就是包含桑德斯這些人 他們也會認為說 你這個行為 基本上違背了你職業上的道德 所以對於希拉蕊是比較不利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 我如果要我在這邊講 我覺得希拉蕊的勝算是比較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原來在美國的選舉就是這樣子 比人 比名氣 比錢多 對 那麼這個情況講起來的話 目前為止 一般來講 到了其他的 尤其是美國的南部州 你到了下個月看 對 到了美國的南部州的話 希拉蕊會扶搖至少 好 萬民哥我們怎麼觀察 因為這個桑德斯 對於希拉蕊的一個發展 但我們對桑德斯 有非常高的一個觀察點 因為他非常強調 分配正義的問題 但他這個分配 跟美國過去的一個自由主義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一個衝突 美國正在快速的撕裂 這個撕裂的 不像台灣 像民進黨執政之後 可能本省外省 統獨問題 可能會找到一個共識點 可是美國這個選舉選下去 我們知道 今年之後 撕裂更嚴重 因為分配跟發展 它本來是有衝突的 你怎麼觀察 桑德斯出來是身逢其實 我自己如果了解一下 美國的政治歷史演變的話 其實你稍微可以了解一下 桑德斯其實是延續了 美國這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進步主義運動的精神 他是一個推動美國社會改革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良心 我跟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人是 我們現在看美國初選制 美國初選制 現在的這個直接初選制 最早就是在1903年的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當時的州長 是這個共和黨的 叫做羅伯特佛羅列德 那他這個人很特別 他雖然是共和黨 但是他在意識形態上 是依附在當時的這個美國 所謂進步主義運動 強調要社會公平正義 因為你知道這個美國 在19世紀中葉以後 政治上慢慢形成了一個 所謂的肉桶政治 就分章政治 這個不管是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 內部的決策 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頭 對 這個就影響到大多數 美國人的這個生活 跟幸福指數 所以你去看 馬克吐恩的這個文學著作裡面 寫了一本很有名的這個 諷刺美國19世紀末的這個 所謂的流金或是鍍金歲月 他認為那是美國最骯髒 最貪腐的一個社會 那進步主義運動 基本上就是對那個時代的社會 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反省 而且也促成了很多政治上的改革 政治上的改革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黨內總統初選的這個直接選舉 這個讓不至於 讓這個黨內的決策不至於 被少數的所謂黨鞭 或者說分贓政治所把持 那在這個社會上對不對 經濟上對不對 最重要是通過這個反陀拉斯法 對 訂定了美國的這個最低的基本公司 在這個政治上還有一個 就是美國的這個婦女投票權 對 都是進步主義運動重要的這個成果 也讓美國的民主政治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喪德斯他這個人是個很奇巴人 你看 我們要知道 觀眾朋友 喪德斯有個超級粉絲 你知道是誰嗎 歐巴馬 歐巴馬當年 喪德斯是無黨籍的時候 歐巴馬還跨黨為他站台 所以基本上歐巴馬看到喪德斯 看到一個偶像跟英雄一樣 看到希拉蕊 就想到希拉蕊的老公 是不屑一顧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到民主黨黨內勢力 這也是很特別 喪德斯這個 你看他這個起家是1970年代反越戰 當時那個就是很典型的那個嬉皮 那嬉皮的精神就是崇尚個人 主張這個尊重這個 人性的這個光明面等等的這些 基本訴求 可是你看美國現在的政治人物 包括這個喪德斯 包括這個克魯茲 包括川普 包括所謂希拉蕊 其實都是美國這個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既得利益的代言人 那只有對不對 喪德斯對不對 是普羅大眾 替普羅大眾發聲的 所以我認為 如果說希拉蕊聰明的話 其實應該在選舉的過程中 把喪德斯的政見 納入自己的主張裡面 成為推動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一股力量 或者說一個領導者 那麼他還可能在未來的選舉中 這個勝出 不然按照那樣下去的話 其實歐巴馬其實已經算是很不簡單了 他在他做一個第一位黑人總統 其實你看他的很多做法 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來講 是做了不少的這種打擊 雖然在資本家的這個脅迫底下 他還是被迫要實施什麼QE 拿納稅人錢 拒咎這些大財團 這是出於無奈 但是你還從他推動這個全民健保對不對 你就可以知道對不對 比較起來歐巴馬對不對 的確對不對 承襲了他過去所崇拜的喪德斯 對 那對於美國的社會 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 那喪德斯的這個理念 如果能夠繼續在民主黨內發酵 甚至於對不對 有可能代表美國出任這個 代表民主黨這個競選總統的話 我相信他的社會影響力會更大 但是美國這個社會也很奇怪 那個如果你違背了這個主流社會的價值跟利益的話 很可能選上或者在選舉過程中會被幹掉 過去這個約翰甘乃迪對不對 還有美國這個第1919好像是1828年的這個總統 傑克遜對不對都曾經遭受過刺殺 甚至林肯林肯也被幹掉了 對 那個這個背後呢 都很可能是侵害到美國這個主流的這個資產階級的這種核心利益 對 那喪德斯對不對 對這些人是形成了很大的威脅 對 好我們看到喪德斯特別講 他說假如銀行大盜不能倒 那我們就不讓他存在 所以這個喪德斯是個社會主義的一個革命者 雖然年紀很大 可是他也凝聚了民主黨 尤其是年輕人的一個指望 好 第一週已經結束了 愛可華州的初選結束之後 到底美國的總統大選還會有什麼樣變化 他可能會直接牽引到美國股市跟2016年全球市場的一個變化跟發展 好 我們這樣廣告就回來觀察 剛剛其實剛好就提到全球化跟反全球化 我們從Google的財報 從FB的財報 從阿里巴巴財報 這個全球化浪潮打不住 使得全世界從網路事業 做好各種產業 這種大者合當 小者越小的格局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從Google財報來做進步的解析 好 從台灣剛剛結束的選舉到美國目前總統的一個初選 我們看到全球面臨經濟停滯 這個需求不足的問題 包括我們之前觀察到 中國的供給車改革 加上日本的負利率政策 為什麼在市場上只反映了一天 因為負利率的環境沒有供給面的支持 沒有創新面 沒有投資面支持 這種貨幣政策無效的 可是我們看到有能力做財政政策的國家 沒有能力做財政政策的國家 拚命搞貨幣政策 所以使得全球發展不斷的停滯 不斷的停滯 不斷的停滯 我們舉個例子 2008年 觀眾朋友今天 其實很多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 這個營建公司 事光知道了 只有兩家會消失 而這兩家後來股價都到一百塊 假如2008年的次大海嘯再拖半年 再久一點 今天台灣的營建公司的版圖 不會是你今天看到的 什麼新復發 長紅 遠雄 黃翔 不會是這樣的 當年的財富的一個再造跟再分配 機會錯失之後 在QE開始之後 只讓全球的財富越來越大 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大開我們觀察一下 因為昨天公布一個財報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我們看從FB到阿里巴巴 在一個全球化的競爭過程當中 現在剩下的公司就這幾家了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我們再也想不到 第二家鬆雪引擎 是這個百度嗎 還是這個雅虎 雅虎最近越來越在財源了 而且財源財很大 那阿里巴巴跟亞馬遜競爭 壓死了其他所有的網路的平台 怎麼做觀察 好的 Google 昨天公布財報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市值 已經正式超越了蘋果 到這個盤後 預估大約是5700億美金的市值 那超越了蘋果是5350億美金 那其實這是在整個資本市場 看起來就很像剛剛前面來賓提到的 這個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 像Google的市值已經來到第一名 它正式超越蘋果 那蘋果雖然是掉到第二 但是它還是手機的一方之 還是5000多億美金 對 那現在市值第三名的是微軟 那重點是第四名 第四名呢 過去本來是這個艾克森美孚 對 我們知道石油業的競爭其實很激烈 所以已經正式被FB這個臉書超越 臉書也是這個社群軟體的一方之霸 對 所以很明顯從資本上你也看出來 這個趨勢非常的一個明顯 那我們快速講一下這個 大家不是說景氣很差嗎 但是你發覺包括這個Google的財報 不管是營收獲利EPS 全部都是增加的 而且都是優於預期 那盤後是大漲6%左右 對 那這個上禮拜公布的臉書的這個營收呢 用戶啊 廣告 這個獲利部分 也全部都是 五成啊 一倍再成長 對 你完全看不出來 在這幾家公司你完全看不出來景氣不好 然後它的股價盤後也是大漲 對 那你剛剛提到這個阿里巴巴 全球最大的這個電子商貨公司呢 它上禮拜公布的這個營收跟獲利呢 同樣呢 你看這個獲利還成長了100% 100%一倍 對 那雖然這個美國最大的這個電商公司是這個亞馬遜 亞馬遜 對亞馬遜雖然盤後是下跌的 但是呢它其實有一些可以期待 我們待會來講 我們先講這個Google好了 Google這一次呢 它的獲利會創新高 其實我覺得就跟它的營收成一個正相關 是 其實營收成長從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跟市占率化上等號 對 你知道很多公司在合併之後呢 就為了是對 我要你的營收所以我要合併你嘛 對 所以營收不斷增加 它代表它的市占率不斷的增加 市占率高的好處就是定價權 這個定價權跟話語權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之地則很重要 對 那Google就是這樣子一路帶上來 那我們看一下臉書部分也很特別 臉書呢 我們先看一下臉書的這個盡力的部分 對 它是在2009年的正式的油虧轉營 對 當時只有小賺 那我去查一下 Google的這個活躍的 FB FB的這個活躍的用戶 在2009年的時候呢 正式突破了3億來到3.5億之後呢 對 就大幅的一個成長 所以也讓它的這個盡力呢 呈現一個倍數的一個成長 到2015年最新的呢 它的獲利已經來到了36億美金 對 非常的一個快 那阿里巴巴的部分呢 它是從2011年開始呢 也是油虧轉營 對 那2011年的時候呢 阿里巴巴的火藥用戶呢 大約是1億人 那到去年為止 最新已經突破了4億 所以做什麼生意都要1億的人口 3億的人口就對了 對 只要突破這個甜蜜點之後 基本上呢 你可能獲利就會開始大爆發 對 那我們就講到一個比較特別 在亞馬遜的部分 亞馬遜其實它的獲利呢 你看這個獲利 從1997年到去年的2015年 它其實成長的幅度也很快 是 但是很可惜 它的盡力的部分呢 其實一直都在這個 在這個 損益平衡 它到去年最新也才賺1塊錢而已 是 是地獄市場的預期 但是你發覺 它全球的火藥用戶 其實有高達3億人 對 其實它應該 以阿里巴巴的例子 它應該已經來到所謂的甜蜜點 突破這甜蜜點 但是我去查一下 其實它除了這個 營益率往下掉之外 還有一個 它的人事成本呢 在全球是大增的 是 紅色這條線呢 就是這個亞馬遜呢 它全球雇員的年增率的部分 其實是大幅的成長 跟它的營收年增率來比呢 基本上是呈現一個死亡交叉 這經濟水格的用字叫做 規模不經濟 我們一個叫規模經濟 當你大到一個甜蜜點之後 像電視台也是規模經濟 我們電視台像金元報 每天至少每一秒鐘 需要兩三萬個用戶在看喔 所以官方不是現在你看世光 全台灣兩三萬個家庭 同時看楊世光 我們才會達到經濟規模 我才能做一千多集 基本上 但假如這個看的人太多 我要請一大堆員工 每天都要請一堆教授 變成規模不經濟 因為我就沒機會講話了 你懂的是嗎 所以一樣亞馬遜就是規模不經濟嘛 所以他問題滿麻煩的 對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剛好研究機構統計 他說今年以來二零一六年到一月底為止 他用了幾個投資方法來做這個檢測 你可以發現喔 你知道獲利最好的選股法是什麼 就是營收加速的 這個畫面上藍色就讓你是正的報酬 營收加速跟獲利趨勢的呢 都屬於正報酬 但是你如果用的屬於 譬如說有人喜歡選這種價格波動的 譬如說想要選跌生反彈 或說小型股 或傳統這種市值的 重商 對 都是重商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營收代表一切 我要請教育老師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我們從這個網路視野 尤其是先進視野從FBA 阿里巴巴 亞馬遜 到昨天公布的Google 這個無國界的領域 使得全球的商業競爭 出現一種新的變化 因為過去有門檻 像現在還是講說服務貿易 服務貿易 TPP RCEP一大堆 可是對於Google來講 對於阿里巴巴來講 對於FBA來講 它根本不關心什麼RCEP TPP 服貿貨貿 他們早就超越了國家跟國家的談判 在快速往前 尤其像FBA 突破像剛剛他講的 3.5億人口之後 這個門檻一突破 它的獲利是幾何倍數的增加 阿里巴巴突破1億人口之後 它的獲利是幾何倍數的增加 可是重點是沒有幾個公司 能做到1億的客戶 3.5億客戶 那它去壟斷 它去壟斷 您能觀察 對這個網路的事業非常獨特 我們一般來講 目前為止正是一個交錯時期 有的人的思維是舊的 還是屬於生產製造 像很多人都會想辦法 要簽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是嗎 自由貿易協定 基本上還是有國家的觀念 區域的觀念 甚至包含某種程度上 比我之間的區分 對 網路的時代當中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誰管你老闆 像Google的老闆 一個俄國人一個美國人 誰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對 沒有人管國籍 事實上的話呢 我自己也認得一個朋友 他在美國的Google 當過一個成績蠻高的 他說Google的整套的精華 就是他的資料 放在全世界哪裡有幾套 都不知道 根本都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公司本身來講 是一個改變人類思維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 重點是哪裡 重點是他找到了 創意發展的方向 這個方向發生起來 就變成了一個 自動加速的一個過程 對 大家都非常清楚 現在你只要講說 機器人好 Google就投資機器人 你現在講說是 無人導航車好 他馬上投資無人導航車 你說火箭好 他馬上就上太空 對 你說要幹什麼 他就馬上做什麼 為什麼 他夠大有錢 而且他又不分國際 不分國界 所以說我覺得說 現在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的話 大家就要開始了解 真的某種程度下 在這種情況下 以目前為止 我們很難扭轉這個趨勢 為什麼 我們有點子的話 也不會公開講 而且這個點子講出來 一聽也沒有用 對不對 人家是實質上 到達了這個規模 讓他的點子有用 對 同時的話 能消耗掉所有的 所有的其他的小規模的 對 一般來講的話 小的企業就不會有什麼前途 他有十種觀察 這個你剛開始講 全球化跟反全球化 你碰到這些網路巨頭 他不是現 我們不一樣的網路公司 我們生活非常依賴 你到底是花多少時間 在Google 在FB 或在亞馬遜 阿里巴巴身上 他也是我們依賴的對象 所以不能又說網路 因為我們生活就是網路 這就是全球化的過程 這四家大公司 甚至還有其他幾家大公司 繼續快速推動全球化 碰到了美國選舉 碰到台灣選舉 你反全球化 反個頭 除非你把Google跟FB關掉不用 怎麼觀察這些規模 這個一般來講 一個國家裡面 大概有分幾個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是政治 第二個是經濟 第三個是文化 第四個是社會 可是這裡頭 尤其是現在這個情況 剛剛這個舉證 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他這個經濟層面 而這個經濟 是由這個科技後面在推動 那這一塊 要走得特別快 其他的幾個地方 又可能跟不上 那你跟不上的話 就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問題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怎麼管理 你誰來管理 你像比如說那個皮卡蒂 他那個法國 那個人就提出來了 那種概念 意思就是說現在的這個社會裡頭 或是這個整個世界裡頭 他就希望有一個國際政府 來管理我們現在有可能 國家都沒有辦法管理 或是國家聯合起來 都沒有辦法管理的這些問題 而你剛剛談到的這些 其實目前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所以說這個等於說 都是我們人類來講 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以目前的這個科技發展來講 那你現在政治上 你要怎麼來來應對 現在很多的國家都面臨到 他自己一個國家很難很難面對 那你跟人家合作 可是合作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 有效的來因應 現在這個最新的這個發展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面臨到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挑戰 他老師我們舉個例子 最近大陸開放FB 把我們的小英總統的臉書灌報 那過去小英我知道的FB的版主 跟這個團隊大概有五六十人 可是他應付的是五萬六萬的流量 忽然來一個五十萬流量 這個網站 基本上就失去了FB的 包括了行銷的功能 包括施政選舉的功能 現在問題就來了 這個大七小月明顯 光是在FB的平台 現媒人管理 大陸一開放 來個三百萬人 因為我們知道微博 什麼三十萬人是有 在微博有三千萬粉絲的一堆 台灣三百萬就是冠軍了 他隨便冠一下冠棒 這變成一個很奇怪 我們在同一個平台 地球被拉平了 反而換變成我們覺得好弱好小 那不只台灣 很多國家都變好弱好小 這個意思就是說 現在就是這個強靈弱重爆寡 這個社會了 現在這個現象是越來越凸顯了 意思就是說你這麼大的公司 你要去對吃那個小公司 或者說你要去吸收更多的養分 或拿這個平台去霸凌別人 對 那這個現象就現在好像又慢慢慢慢 回到這種這種叢林社會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我是覺得說 是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最新的 而且是一個最嚴重的一個挑戰 現在譬如說你提出我們曾經 這個中共他也接受這個所謂的工業4.0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可以融合的一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他把原本的這種科技 跟你這個科技新科技跟原本的這個科技 你把它結合起來 對 結合起來了以後 你來企圖的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 你來制定規則的這種機會 劉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 從明法人剛剛湯老師講 你又回到數學能力 可是有數學能力的人 就是那百萬分之一 那以後財富要按照數學能力來分嗎 我們過去的噁心 像我認識劉老師 我可能機會多一點點 人際關係便沒有用 純粹回到從明法人 夠狠夠兇夠聰明的人拿到最多 那大部分就完蛋了 對 您觀察 我剛剛就是特別強調 這個問題其實是已經牽涉到一個核心的價值 就是說如果一個完全科技化的社會 大家知道科技化主要就是應用數學 在日常生活當中 對 這個應用的結果 因為擁有數學能力的人 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大概是兩千分之一 對 所以說的話 剩下那一千九百九九個 他要做什麼事情的問題 所以將來以後 按照這個從理法則 會越來越激烈 所以我很認同 某種程度 像桑德斯這種觀念 是在這個社會當中 像美國需要一點桑德斯 像歐洲可能需要一點克魯茲 大概是這種情況 好 非常感謝四位 謝謝